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自家师父师娘在 还有东华帝君的身份 只能笑着说道 那个帝君 我和叶华也出来一段时间了 今日说好要去看团子的 回去还得背些东西 我和叶华就先告辞了 改日再来看看凤九 白浅向莫冤少婉道 师父师娘 时机先行告退了 又转脸向凤九说道 早九 你好声写着 姑姑先回去了 说完冲着叶华使了的眼色 叶华拱手 各位 叶华先行一步 东华点头 乱走 不送 凤九也跟着客气道 姑姑姑父慢走 下次再请你们来 好 白浅点头微笑 寒暄完 叶华便搀扶着白浅走了 留下了冬华凤九和莫冤少婉 少婉见他们走了 看看冬华那满脸附黑的模样 摇摇头 抖擞了几下 心想还是走得好 撵得遭殃 那个小九九 冬华 我们昆仑虚还有事 我们也先告辞了 改日再来 啊愿 我们走吧 少婉姐姐 你也要走啊 凤九有些不舍 嗯 弟子们有些事情 需要处理 改日再来找你 那好吧 我给你包些地瓜带回去 好啊好啊 那感情好 谢谢小九九 少婉脸上爽过一丝得意的表情 让你抠门小气 气人 你家九儿 倒是善良得很 头疼去吧 凤九吩咐念下包好了烤好的地瓜 莫冤用心法护着 保温 二人便回了昆仑虚 以后的几个月 月月都会有这样的戏码 静冲冲地陪着凤九说说话 然后都不知道为何 莫名其妙地从来都没有在太成功用上 全都离开了 无一例外 连凤九都有些奇怪了 每每都会问到 冬华 他们会为都急匆匆地走了 九儿 他们不是说了吗 己无功和昆仑虚有事 需要回去处理 都是粗心 出来前都不先招呼好 每次都这么急匆匆地走了 等下次陪你时 我与他们招呼好 嗯 好 谢谢冬华 狐狸孕期三年 这漫长的三年 凤九睡了两年 剩余的这一年 凤九虽然能够感受到即将为人母的儿快乐 可却也觉得这样的日子太无聊了 这个不能碰 那个不能玩 走路的慢着点 还老想睡觉 吃东西 凤九觉得自己错过了许多 小家伙在肚子里一点都不安分 尤其是后面的几个月 越发的难受了 肚子越来越大 连走路都有些难受了 凤九就更加懒得动了 每次都是陪着才肯愿意走几步路 因为哲言嘱咐过 凤九躺的时间太久 得多动一动 才能更好地担下孩子 少受罪 东华看着如此的凤九 也是坚定了当初的决定 这个孩子之后 绝对不会再让凤九怀孕 看他这样 寝食难安 难受得紧的模样 东华也是腾在心里 好在私命力劫回来后 还给凤九从凡间搜罗了点儿好玩的物件儿 不然凤九肯定更加的无聊 这一日 东华为了凤九高兴 又喊了少婉和白浅过来陪着凤九说说话 话说这三个孕妇的肚子都不小了 本来莫冤和夜华都是不肯他们再动来动去的 可是无奈 二人闹一闹 因为传话来说 自命搞来了新的玩意儿凡间的马吊 孕妇的日子太无聊 总得来点儿有意思的玩意儿打发时间 所以少婉在莫冤 白浅在夜华的陪同下 又细数来了太成功集结在了一起 两孕妇是冲着马吊来的 莫冤和夜华则无奈的将 话说这九中天上 还真的没有学会这玩意儿 私命不得不从凡间 还找来了这马吊秘籍 给三位有孕的祖宗看着 绝账 还得陪着练 太成功大殿内 凤九 少婉 白浅各自拿着一本马吊秘籍在研究着 只听 少婉哈哈大笑道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 还想难倒祖宗我 真是笑话 我看好了 我看好了随时可以开打 你们如何了 白浅也放下手中的秘籍 笑着对少婉和凤九说道 师娘 小九 我准备好了 这点小意思 好了 凤九将手中的秘籍丢到了座榻上 来吧 我们试试 我今日太无聊了 好在少婉姐姐和姑姑来了 不然我就要发霉了 三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挑选了各自的位置 坐下了 可在秘籍上说好了是四个人的 这三缺一 让坐着的三个人犯了仇 东华 墨渊 叶华各自处理着公务 肯定不会来凑这个热闹 凤九瞄了眼旁边恭敬站着的思宁 清晰地对思宁说道 思宁 你是不是看过这秘籍了 来陪我们玩两把 思宁文言 连忙白首 小仙不敢 小仙不敢 白浅也跟着附和道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都不介意 打个码掉而已 来吧 在我们清秋从来都不拘小节 啊 我说 思宁 你是不是要祖宗我请你一把 你才肯啊 跟个娘炮似的 扭扭捏捏的 少晚见思宁一直推辞 有些不耐烦了 坐在一旁的东华听见凤九的声音 抬眼看了看他们四个人 继而说道 思宁 思宁听到东华的召唤 赶忙转身攻身行李道 假现在 今日也无甚大事 你就陪他们三个玩一玩打发时间吧 东华继续着手边的事物 没有再多的话语 尊命无奈 帝君发话 怎可不从 只能恭敬地回道 小仙尊命 转而对凤九 少晚 白浅三位攻身行李道 地后 十足 天后 小仙得罪了 好大的口气啊 且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吧 少晚毫不客气地接了话茬 于是 凤九 少晚 白浅 还有一个战战兢兢的思宁 一桌四人开始玩起了马吊 还跟反监似的 掏出了本钱 思宁熟悉画本子 虽然这马吊的技术可是不赖的 可碰上了这三位 若是赢了他们的钱 后面那三个男人可都不是吃素的 一遍玩着马吊的思宁 不时地看看身后 再摸摸自己的脖子 自从下凡历劫六零年后 小心谨慎了许多 哎 少晚姐姐 你等等 姑姑这张牌 我是要碰一下的 凤九就要停了下家少晚取牌 自命看了一眼 那不是发财吗 正好是自己落厅的牌 想想帝君 还是算了 碰就碰吧 我自摸你总没有话说我吧 小九 你小心点儿 小心放炮给别人合牌了 白浅笑着说道 怎么会 我紧慎着呢 再说了 看你们打低牌 你们估计也还没有落厅吧 哎 我这牌不行啊 少晚叹了口气说道 自命 你不会听牌了吧 凤九看着自命不说话 笑着问道 自命微愣 一脸无辜像 怎么会 我这牌乱得很 没有听没有听 自命忙摇摇头 自命抓牌打牌 白板 呵呵 自命对不住了 我合了 白浅将牌一溜牌开 倒在桌上 自命一脸黑线 陪着笑脸说道 天后 打得一手好牌 小心甘拜下风 好说好说 承让 白浅向来也是想讲规矩就讲规矩 不想讲的时候 你可以没大没小的 可以旁的少晚拿起下一张牌 一看 却炸毛了 冲着自命说道 祖宗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你还这是放炮放的是时候 你知不知道祖宗 我就自摸合了 自命连忙起身 始祖恕罪 自命 你坐下 少晚姐姐 这是打着玩的 况且她也不知道你不是听牌了 来 继续打 凤九做了个合适老 这好不容易有了兴趣的事情 不想办徒而废不是 来来来 我们继续 就是 师娘 只是玩完牌而已 何必当真 再说了 白浅话音还没有说完 就开始唉呦唉呦的叫起来了 扶着肚子 夜华 夜华 少晚 凤九 自命都吓得赶忙起身 少晚 凤九扶着白浅 不至于瘫倒在地 夜华 东华 莫冤 听到白浅的惨叫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嗳辅 亡 不